这是讲的前四首 咱们是青梧山爪 抹锈连锤 荧荣献爪 不摸云见日 拍行扑肘 走的时候 他是撞击对方 像这个对方的大手 压烫 这是一个攀肘的动作 对于进攻的目标 是对方的胸 对方肯定他不让我打 他要推我 就要推起来 转成顶肘 这个动作衔接要快 郭欣贤日 这是有一个 拍行扑肘是我们走压的 他推我刻步 他是去走 刻步转起 拍行扑肘 他要进攻的话 翻身 翻身要旋转的要快 白扣步 要零 拍行扑肘 这是一个反肘 这转转就是 我们可以用的时候 也可以开攻势 也可以像在链上 用右手 来击打自己的左拳 同时 往上顶 这样力气 他们力量 更整 更大一些 还用扑肘 转身顶肘 光是穿锤 外火把心 光是穿锤 石头 刚才我讲的 最好比一个 马行的动作 马行的动作 对方 向我进攻 这样就就是 不用管他 上回去了 就是 不要 就反应又快 你可以进攻 可以进攻 主动进攻也可以 我们俩一大手 就这么 一压 一打 也可以 对手 打的时候 也要打 刚才我讲了 握护发心 也是 一个肘底 这把 这一个 插发手 放开 这个手 不要动了 弯着一去 你看 这个手 实际上就是 一插发 你看 所以 大火掌的这个 这个插发手 非常重要 那就是 一个船长 很多的 不管怎么使 就随便 插插 走 走 走 一 二 三 二 这一个 这叫 握护发心 也就是 七十二 高 里的 也有 那一手 把握捆住 跟他意思差不多 但是 技力 不一样 这是 霸 霸 六十四首 第二节的八首 练法 和应用 八卦六十四首 第三节 八首 进步 进步团撞 白原献逃 风轮传走 仙人观骑 金丝麻眉 运引传说 退步千阳 大王送客 等八首 或者眼泪面 进步团撞 白原献逃 风轮传走 先生观骑 运引传说 退步千阳 霸王送客 这个八首 进步团撞 是 开步 是跨步 跨步闪正中 这个穿手 跟 第一节的十字滚球的 动作 相仿 穿掌 跨步 同时 后脚跟上 打开 这个打开的时候 同时 有一脚 有个错点